美加州中国公民非法对华出口敏感技术被判46个月,一名南加州的中国籍居民因为非法向中国出口敏感、科技,而被判三年零十个月先进。 33岁的中国籍女性陈思C. Chenin,星期一被美国法院判处46个月先进,根据法庭资料陈思2007年,来美国读会计专业研究生,毕业后曾在一家航空航天技术公司实习。 2017年5月被捕时她和丈夫居住在洛杉矶附近的波莫纳市,两人有一个4岁的女儿,检方发现陈思在没有相关许可证的情况,下于2013到2015年间购买并向中国出口了敏感科技设备,包括可以用于干扰军事通讯的器材和可用于太空通讯的器材。 今年7月陈思被控为反了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,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检方在声明中表示,陈思在知情的情况下,参与了将可应用于军事的设备,秘密发往中国的计划。 此外,陈思还伪造了护照和其他移民文件起诉书,显示她用假证件,在波莫纳市租了一间办公室,收取限制出口的技术产品之后,将这些产品经香港转运到中国。 她在中国的家人通过中国的银行账号来获取非法出口所得。 根据美国《侨报》去年5月曾报道陈思曾在法院审判期间透露,父母与丈夫都与中国解放军有关系。 根据法庭文件陈思将在服刑结束后被遣返回中国。 请不吝点赞 。 感谢观看